9月15日消息 当地时间周二 零售巨头表示 随着劳动力市场对工人的竞争继续升温 该公司正寻求在全美范围内 在招聘12.5万名新员工 从事物流方面的兼职和全职工作 平均薪酬为每小时18美元 在宣布此次大规模招聘之前 亚马逊于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将招聘4万个企业和科技工作岗位 亚马逊还表示 将在某些地点提供3000美元的签约奖金 亚马逊今年表示 该公司已经在美国开设了250多个新的配送中心 机场枢纽和其他设施